这声越偏无数的我感觉最恐怖的怪物 它叫做异形 如果你不想被它破铁要说的话 请赶紧吴紧你的嘴巴 大家好我是老周 咱们今天借着异形得名剑来讲讲异形究竟是什么 异形的诞生可以说是个巧合了 在恐怖电影界也算是个里程碑了 它的出现仿佛是上天设计好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 因为叫做丹欧巴隆的编剧 他想要制作一部在深空中遇见怪物的电影 在写剧本前先写下了一句话 叫做在太空中没人能听见你的尖叫 但就这一句话也没办法拍 欧巴隆他很聪明 他注意到大自然中的蜜蜂和蚂蚁 他们好像是由一个蚁后统治 然后蚁后主要负责是繁衍 那他制作的怪物是不是也能这样呢 所以说异形的种族也属于是蜂巢社会 每个族群他的最高统帅叫做异形女王 这个设定的基础就暂时打牢了 而且欧巴隆他有肠胃病 他时常感觉好像有东西在体内破体而出 点子不就来了吗 他想到那我设计的怪物 能不能从人体直接破体而出呢 这就被异形打下了一个基础 但怪物之间设定还没够 怪物长啥样还没进下来呢 欧巴隆就找了很多摄影师 看他们设计的手稿觉得都不满意 直到他看见了一个人的话集 那个人叫做吉格尔 那可了不得了 这个人将机械和死亡融合的是恰到好处 简直就是欧巴隆的梦中情人 这也不怪欧巴隆这么稀罕吉格尔 因为吉格尔是一个将死亡堕落人性情欲 与怪弹梦境玩弄到极致的男人 在他的作品当中 你既能感受到恐怖压抑的红尾离奇建筑 还能看到人体情欲与黑眼机械的完美交融 可以说他的作品那是既迷人又危险啊 两人是一拍即合 在吉格尔的帮助下 一行的设计更加有艺术性了 比方说暴脸虫的设计吧 它是用一根长长的东西塞进人的身体里面 那东西的最初设计是什么东西 我就不多说了 只能说懂得懂得懂 有了吉格尔的加入 欧巴隆是信心大增啊 但是呢 福斯引力在看到的部分续本和设计稿之后 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啊 直接就不想投资了 并且认为吉格尔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疯子 直接将吉格尔给解雇了 一行的诞生也就遭到了波折 暂时停止了 好在这个时候 那个男人出现了 他叫做雷德里斯特赫 当时的雷德里呢 凭借处女座决斗的人 拿到了嘎量电影节的最佳首作奖 可以说是在好莱坞很有潜力啊 正好雷德里斯特赫呢 也需要一部商业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时候 心机不坏欧巴隆就抓紧时机 将吉格尔的画集 死灵之书和一行的故事啊 送到了雷德里面前 这不看还好啊 一看 直接让小雷下的立正了 雷德里表示 我要的就是阿凡达 不是 我要的就是这个设计啊 雷德里认定了吉格尔 他是个鬼才 并且诚实地邀请吉格尔 重新加入了一行这个项目 吉格尔呢 也是不负众望 将自己的毕生才华与灵感 倾注到了作品当中 创造出了一个没有眼睛 充满机械和人体科学美学的一行 雷德里也没有辜负两位好友的期望 通过超越时代的镜头语言 直接将一行身上的未知恐惧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啊 在现实中一行的诞生很传奇 而在一行宇宙中 一行的诞生却蕴含着一个阴谋呢 一行的诞生离不开两个人 一个是外星人工程师 另一个则是生化人大卫 故事呢 是这样子的 在一行前传普罗米修斯庄中 外星探险队误打误撞的进入了 外星人工程师的飞船 在飞船内部发现了一幅画有着 一星模样的壁画 这似乎与工程师的某种信仰和历史有关系 壁画中这个一行啊 也许是一星宇宙的起源之神呢 工程师这个种族 由于科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了 生命繁衍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俗称的 他们没有新生儿了 他们从画中一行的身上 发现了延续生命繁衍的信息 进而发明了一种叫做黑水的物质 那黑水是什么呢 黑水它是一种高度可变的 有生物活性的有机化合物 是一种有协同能力的 一群微型的昆虫生物 它有能力将自己融合到 其他非植物生命的生化结构当中 使它们发生变异 培育出新的 具有高度攻击性的物种 虽然说黑水在一方面 用于生命繁衍的进化研究啊 而在另一方面呢 它是用于毁灭的一种武器 如果生命体在短时间内 摄入大量的黑水 黑水则会快速破坏其自身的DNA 导致基因瓦解 具体的感染结果呢 与生物物体感染黑水的方式不同 感染的剂量不同 所处的环境不同 感染者自身的DNA不同 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普罗米修斯中 就出现了具有强酸血液的 铁锤虫和丧尸化的人类 可以看出啊 黑水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基础了 那是谁使用的黑水呢 这就要说到另外一个人了 他叫做生化人大卫 生化人啊 大家可以看作成机器人 本来呢 就是为人类而服务的 但是这个大卫却不一样 它的主观意识很强 对生命的诞生和演化 萌生出了新的想法 或者说有别的阴谋 在发现黑水之后 大卫让人类同伴感染了黑水 导致人类和感染黑水的同伴 同防之后 孕育出了一个怪物 叫做三叶虫 这没想到呢 三叶虫和工程师的打斗的时候 将胚胎注入到了工程师体内 没想到啊 工程师体内的胚胎是急速发育 直接破胸而出 于是 异形不光存在于画面之中了 而是真的出现了 在之后的去做异形起悦当中 生还人大卫在前往工程师的母星途中 还是贼心不死啊 为了对黑水有着更加深入的研究 他将人类同伴也做成了实验体 在降临工程师母星的时候 释放出了所有黑水 血洗了工程师母星 残留的黑水呢 由母星的某些植物 意外形成了某种平衡 通过释放孢子感染宿主 诞生了一种异形的亚种 叫做血豹者 它和三眼虫可不一样啊 它是小到足以在人类体内寄生的 一旦接触人体 它就会快速生长 最终是破体而出 其实咱们通过官方发布的 大卫实验室片段 与大卫的手稿可以发现 大卫在母星上 对残存的工程师和母星上的生物 进行了黑水实验 创造出了诸多失败的物种 最终经过反复实验 创造出了异形卵和爆脸虫 创造出了一套稳定的 异形繁衍的生态链 那就是软生出爆脸虫 然后爆脸虫将种子 播送到生物的体内 最终是破体而出 所以说大卫引导人类 成功让它被爆脸虫袭击了 由此诞生了第一只 我们所熟悉的异形 现在肯定有人问了 这异形有多恐怖啊 听我妈妈讲 首先咱们先看到 1979年善用的 异形一代中的异形 初代异形 由于是基格尔大神赋予的灵魂 在形象上呢 有种黑暗残酷 让人着迷的危险之感 但异形啊 可不是花架子 它在各方面的属性 简直可以说是逆天了 比方说吧 它的种族技能 叫DNA优化选择 异形是卵生寄生性生物 它体内有DNA的空白链 会记录下宿主的优质DNA 当它生长成熟的时候 会具有宿主的基因特征 外形呢 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这种特性 使得这种原始生命啊 能够不断地进化 来完善自己的个体 从而适应各种极端的环境 甚至啊 它在太空中都能存活了 这强大的进化能力 以为后面的各种变态形状 奠定了理论基础 宿主越强 那异形也就越强了 并且啊 异形的血液 具有高强度的腐蚀性 成分可能是一种无视温度与酸碱度的酶 一小滴 就能腐蚀N层的飞穿甲板 简直是恐怖如斯了 不仅如此啊 异形还有强大的私欲能力 甚至它们都不需要呼吸 就能让它们在太空中有存活的能力 背部的管状物呢 是其吸收宇宙尘埃与放射能的 同时啊 也具备调节体压 以及铁温的功能 除去这些逆天的生物能力之外 异形本身啊 它就是一具全身遍布武器的食物兵器了 它们拥有的骨化皮肤 除了最强大的人类枪支以外 其他武器几乎无法穿透它们的皮肤了 并且啊 它们的皮肤还拥有极强的温度耐受性 这种突然的剧烈的温差变化 才会使它们的皮肤产生影响 或者说杀死它们 且两只手臂的末端附着着一组长爪 几乎可以切穿它们手中的所有东西 异形的外孔呢 充满着锋利的尖牙 如果你以为这是它们的最终兵器 那可就错了 而最具杀伤性的武器 还是它们的内饿 内饿啊 是异形口气内部的肌肉腹件 是由一根肌肉腺素成 末端呢 有一个很小 但非常致命的嘴壮腹件 这种内草牙 几乎可以穿透任何的物体 它却有超强的收缩力量 可以一下弹射出来 穿透人类的大脑啊 或者说你的盔甲 而那个修长的头部呢 则为异形的内饿释放 提供了强大的力量 异形的另一项重要武器 那就是它们的长尾巴了 内饿如果是近战武器的话 那长尾则是远程武器 它可以通过坚硬如铁的尾巴 尖端刺穿敌方的铠甲 或者搭配它们的敏捷移动速度 可以在对手不留意的瞬间 突袭贯穿目标的身躯和心脏 异形女王的长尾攻击 那更为致命了 一击就能让一个合格的踢水战士 失去战斗能力 而且呢 职业能力还是1.0版本的突使能力 后面作品中的异形 那就更加变态了 在第二部中呢 就出现了异形女王与攻凤异形和异形战士 在第三部中呢 又诞生了信使异形 这是一种用四肢移动的全新异形 其背部是没有背管的 信使异形呢 比人形异形更加的敏捷和快速 它可以从口中喷出强腐蚀性的血液 而击退人类 可以说 这是一只将天赋点点在敏捷度上的异形变体了 到了第四部中的战斗异形 在智商上有了全新的演化 它们智商极高 而且会游泳 并且血液的腐蚀性变强了 而且呢 它还会设下陷阱 进行合作狩猎 甚至还出现了牺牲自我 拯救群体的意识 在这部电影中 还出现了一只最为特别的异形变体 叫做新生异形 这只异形啊 在外形上与普通异形 差距就很大了 其实在翻演过程中啊 和咱们前面说的 什么从工程师体内啊 爆卵虫这样来的异形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属于胎生的 新生异形是一只从人类科隆体体内 孕育而出的异形女王 胎生 繁育而来的 它一出生呢 就暴杀了生母 将人类视为了它的母亲 它在智商上拥有了全新的突破 在诞生不久呢 就展现出了超群的智慧 在人类最后的诱杀之下 甚至还发出了人类的语言和嘶吼 可以说啊 异形的形态会跟随着故事 而不断的变化 不知道这次在异形夺名剑中 会见到什么样的异形呢 是老家户还是新东西 异形独名剑又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惊喜呢 需要在我看完之后再给大家来汇报了 我会提前去看典映的 看完之后跟大家来做个视频来汇报一下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爱你们一兆年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